面對市面上這麼多種的造型書 到底應該要怎麼選 怎麼用才對呢 像我最近啊 就是你們看 我就是頭髮已經流到這個極尖的長度 極尖長度最容易發生什麼問題 就是亂翹 可是我自己會喜歡就是它如果可以做比較直順 或者是內彎的效果 其實我最近喜歡上一個這個 就是這一支Tescom的整髮書 為什麼呢 因為它其實是結合了吹風機 它是一支吹風機 跟有造型的梳子 當我把它裝在一起的時候 它就是可以一邊吹風 一邊把我外翹的頭髮做成內彎 就像梳頭髮一樣把它往內梳就好了 很簡單 有沒有 有沒有內彎的感覺 而且還有點光澤 跟旁邊這邊外翹是不是截然不同 所以其實它不需要技巧 需要的是練習 其實我其實在家大概就是練習個兩三次 大概效果就是這麼好的 然後因為我家這把梳子還滿厲害的 它裡面有加一些山茶花精油 所以其實吹完你看 是有光澤的耶 那個燈光有沒有來 是有光澤的效果吧 所以其實你就是練習個幾次 效果就會非常好了 就是我現在做完了嘛 可是很多人會有個問題說 這個髮型持不持久 其實台灣的氣候很潮濕 其實過一陣子它其實就會又翹起來了 那秘訣是什麼呢 就是如果你很搞剛的話 你可以在那之前 就是在做之前先上一點打底的造型品 或者是上完之後噴一點造型的定型物 它其實就可以幫你維持比較久的時間了 其實還有一個很重要很重要 大家會忽略到的一個小步驟 就是你要做完任何一個捲肚的時候啊 最後你做完之後 其實你可以用你的手把它撐住一下 像我剛剛想要做內彎 我就撐了一下 大概放一下等它冷卻 再放下來 其實這樣的造型就可以比較持久了 接下來啊大家到齊的問題還有什麼呢 就是我應該怎麼選擇適合自己的整髮器 其實這個答案其實也很簡單耶 就是你一定要去試 真的要自己試 才知道自己最需要的是哪一個整髮器 像我最近也發現了一個 其實好像也不用學 因為它拿起來其實就是一把梳子 誰不會梳頭髮呢 它就是GHD出了這一把電子梳 這把電子梳它有一個很好很好的效果 就是你可以左右來回梳 就是在你的頭頂的部位 就是很容易塌的地方 左右來回梳個幾次 因為它有180度的熱度 所以它可以一邊梳一邊做造型 整理 來回梳一梳 其實它的頭頂的頭髮就會蓬鬆了 髮線也不會那麼的僵硬 這是它第一個很好的地方 第二個呢 其實它也一樣可以把你的 比方說自然捲啊 或是亂翹的頭髮 經過這種梳理的方式 就直接變得很平順 那怎麼做呢 其實很多髮型師都希望 在做任何的造型的時候 都可以分區 就是呢先正梳 就是直接像這樣子 一般像你梳頭髮那樣子正梳 慢慢的梳下來 它其實第一次梳的時候 整個頭髮就會變得 表面上就會變得很平滑了 梳完之後呢 第二個就是逆梳 就是把你的齒梳朝外面 先在髮根停一下 停個幾秒 可以讓髮根的頭髮比較蓬鬆 然後再慢慢慢慢的拉下來 哇你看它一拉下來 整個頭髮就會變得很直很光滑 而且如果你會做一個微彎 在髮尾地方停幾秒 它就會有個自然的彎度出來了 有一些中長髮的女生 想要做出一些微微的捲度 其實這一支電子書 也可以很簡單的辦到 先把你要的那個髮術 分出來之後 電子書的這個齒梳 直接是朝外 朝外之後卡住之後呢 它就直接做一個扭轉的動作 因為它是要一個彎度嘛 所以就慢慢慢慢的扭轉 慢慢的放下來 它其實就有一個微彎的彎度 然後呢 你的手指再稍微捲一下 幫它做一個塑形跟冷卻 幾秒之後放下來 它其實就是有一種很自然的微彎感 接下來大家最多的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使用這些造型書 很容易被燙傷 像這一支啊 Panasonic的捲髮造型書 它其實是梳子 所以其實就算它中間這個會發熱 發得再燙 你這樣握其實也不會被燙傷 這也是這一類的造型書的一個優點之一啦 就是比較不容易燙傷 另外你可能也要會注意 你用的那些造型家 它們其實有一些都有防燙的裝置 像這一支就在這邊 你可以這樣拿著 那這一支迷你的造型書 它可以做什麼呢 就是一個就是簡單的捲髮造型 那也很簡單 就是它不用很複雜的分區 只要把你想要的頭髮 那一撮有微彎 就先抓出來 比方說抓了這一撮頭髮 然後呢 把這個造型夾 它有一個夾子 把它打開來 吃進去之後很簡單 就是直接垂直的往上捲 慢慢的捲 慢慢的捲 要垂直喔 如果你想要你的那個頭髮的捲度 比較立體 你就是要垂直的捲 大概停留3到5秒之後呢 再慢慢的退出來 怎麼樣子捲進去 就怎麼樣的退出來 退出來之後 把這個夾子一鬆開 其實那個微微的捲度就出來了 最後啊 也是很多人關心的一個問題 就是 每次我們女生做完造型 好像只顧到前面兩邊的頭髮 嗯很漂亮 可是頭頂 其實可能是扁的啊 或者是亂七八糟的 那怎麼辦呢 因為我又看不到 其實造型師有提出一個 很好很好的解決方法 就是呢 拿你的頭髮 大概後面後腦勺 一點點 一點點的頭髮 把它拉起來 再把你習慣用的造 電子梳啊 或者是造型梳 放到髮線的上面 千萬不可以壓到髮線喔 因為壓到髮線 你等一下就很難拉了 把頭髮翻到後面 就開始梳 可以稍微停留一下 讓它比較膨 然後就慢慢慢慢的往下梳 其實梳完之後啊 你的後腦勺的頭髮就是蓬鬆的 就不會被別人覺得 你就是一個 顧前不顧後的女孩囉 如果你還有什麼其他 關於彩妝的問題 或者是保養的問題 可以在下方留言 我們都會回答你喔